香港傳媒工作者曾志豪 在《大紀元時報》專欄 《不敢說》發表文章提為 《疫情下你終於知道政治就是民生了嗎?》 香港過去一年都存在奇怪的討論 要政治還是要民生 準確一點是這樣的 有人要求政治改革 要民主要普選要監督 另外就會有人跑出來說 吃飯要緊 經濟要緊 不要搞搞陣 意思即是賺食緊要 政治民生這些形異上的意識形態 別凡了好不好 這是第一層意思 就是先溫飽後政治 但其實還有第二層意思 就是政治和民生可以完全分開 是兩個互不干年的獨立個體 換言之 在沒有政治改革的情況下 民生一樣可以發展良好 不受影響 今天你還相信這個鬼故事嗎? 沒有了政治改革 沒有了言論自由 沒有了感言的傳媒 有沒有了監督的立法會 當特首候選人也只剩下一個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你的民生也覺得狠窩囊 例如你無法抗議政府的不科學防疫政策 不斷停業不斷虧蝕 你的店舖最終倒閉了 著名藍店銀龍茶餐廳之前接受媒體訪問 說了一句頗經典的金句 SARS及黑暴 亦未曾停業 但今次疫情我真是捱不住 對呀 爭取自由民主的暴徒動不了生意人的乃落 但在和平的年代 卻因為政府的防疫措施而民不聊生 警察的599G防疫檢控 也讓人摸不著頭腦 萬人胸巷的姜濤灣無人執法 小貓幾隻的運動場卻有市民被檢控限聚令 在你逃出白花花的銀紙交罰款的時候 你難道沒有一絲怨恨 這種執法公平嗎 但香港可以幫你傳達質疑聲音的人 已經全部消失了 那些市民叫不出名字的意願 不會幫你 那些指導幫忙附和李家超 Lady Killer的傳媒 也不會提出質疑 你最好訓練你的孩子 懂得哭一句 未來特首在哪兒 或許你的前途變一片光明了 有沒有人挑戰特首的寶座 所以也沒有人可以詢問 為甚麼大陸封城四起 疫情不停的情況下 香港的特首候選人 仍要以爭取和內地通關為主要目標 這是徹底的平衡時空 顯得香港全體上下 就只有一個心願 就是和內地通關 這是為了讓香港人也可以到大陸 一起感受封城的滋味嗎 還是香港人也想體驗一下 活著被裝入絲袋的滋味 大陸的愚情又是另一種境界 他們早就失去政治改革的動力 或是在六四後 已經沒有甚麼中國人有興趣提這東西 誰患傻得往坦克車上撞 劉曉波的遭遇不知道嗎 在這種情況下 大陸人民發展出所謂 歲淨派 就是歲月正好 他們心中的思想 就是三不政策 不造謠 不傳謠 不信謠 結果一場封城之戰 三不政策發揮作用了 尚盡政府不會封城的上海人 遭受突然的封城之困 不相信會缺糧 所以不肯團貨的人也捱餓了 當然當上海人有把自己的苦難 大聲哭出來的時候 立即無恥的馬屁精 還會陣陣有詞的哭一句 不造謠 不傳謠 不信謠 就希望把各人的苦難沒走 有人問 為甚麼上海人明明哭出了 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 但就是沒有鬧出甚麼大事情 也沒有搞出甚麼亂子 這還真是歷史的循環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 河南是惡嫖片事 但居然沒有發生大亂 是證明中國人的忍耐力 遠超我們的想像嗎 還是政權的壓力 也遠超我們的想像 在大陸一篇為大饑荒洗白的文章 大意是說 國民黨時間的河南饑荒 動搖了一個政權的根本 新中國時期的三年自然災害 卻沒有發生大亂 因為人民選擇了原諒 這個原諒說 也不是憑空捏造 1962年2月26日 也就是三年大饑荒後的總結報告 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 黨組成員會議上的講話 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 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中說 我們所做的好事 包括革命的勝利 建設的成就 和我們犯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 比較起來 當然是好事多 對於這一點 人民會作出公正的評價 我們目前的困難 一般說是好人好心做錯了事 所造成的 人是好人心是好心 就是做錯了事 講清楚了 改正了錯誤 把工作做好了 人民是會原諒我們的 今天我們應該知道 只有原諒 而不求檢討 甚至不進行政治上的追究改革 最後換來的 就是在民生上有更多的災難 然後就只能有更多的原諒